他在你講到 他說 並不是說有一稱法就得了 是說 佛法歸於舊己的立場 到最究竟的立場上 一切上 中 下 佛法都是成佛的一稱 大稱法 我們從大稱的六度貫律 六度貫徵來講也一樣 他含色所有一切善法 所以有時候講 一切善法皆是佛法 那麼 例如僧文正的修出禮行 得虐盤果 而佛在法華會上認為這是方便收 其實就是大稱法 所以說 奴等所寫是菩薩道 跟舍利佛他們說 其實你們所寫的也是菩薩道 因為從一稱道來講 你走到三百里 跟走到五百里 那麼 要走的路 前面都是一樣的 大稱也是要走那一條路 小稱也是要走那一條路 那你雖然剛開始是發出禮行走那一條路 但是你回小向大之後 你其實這樣走的跟大稱是同一條路 那是一樣的 所以也可以講 那你所寫的就是菩薩道 因為你在回小向大 你回頭再看 你劇組的這條路 那個就是菩薩道 大正發出禮行也是走那一條路 小聖發出禮行還是走那一條路 只是三百里跟五百里的差別而已 那你現在你在回小向大 那你前面走的那一條路 其實就是菩薩道 所以其實是這樣子的 所以大致敦也說 二聖至斷皆是菩薩無聲法 也是從這個理論上說的 又如法華經說 一稱狼魔佛 皆以成佛道 我們是法華經裡面講 唯一大正門 若人散亂心 路以塔妙中 一稱狼魔佛 皆以成佛道 就是過去一生 散亂心 他還不是專心念的 他還不是一心念的 一心不亂念的 他是散亂心 而且不是十念 是一念 若人散亂心 一稱狼魔佛 皆以成佛道 就是什麼 路以塔妙中 若人散亂心 路以塔妙中 進到寺廟 看見佛 清清太善 隨身都念念 佛彌陀佛 狼魔佛 就是這樣 現在那些人都已經成佛了 皆以成佛道 他並不是說 這個並不是說 你隨著耳邊念一生 那麼我就可以成佛 不是 而是說 這樣的一個微小的善根 這樣的善根是很微小的 但是這種善根 慢慢慢慢 蝴蝶效應 慢慢慢慢 蝴蝶效應 這個氣象學家研究 佛洛林達宗一隻蝴蝶揮動翅膀 這種效應 行程 氣旋 行程 慢慢慢慢 變成 變成其他地方的一個開封 就是 不是佛洛林達宗 是這個 雅馬遜 雅馬遜森林的一隻 一個蝴蝶揮動翅膀 這個氣旋 不斷行程 不斷行程 一個蝴蝶揮動翅膀 反正是一個很小的氣流而已 可是這個氣流就好像一個血滾動下來 變成三本 就像這樣 這個氣流很小 但是問題是它引起連鎖反應 核能 那個不就是 核彈不就是一個小的引起反應 變成大爆炸的嗎 等一下 那個蝴蝶效應也是這樣 一個很小的轉變 一個很小的氣流轉變 然後慢慢慢慢形成 雅馬遜森林的一隻蝴蝶揮動翅膀 形成佛洛林達宗的一個颶風 開封 你在卡列裡面 試驗裡面 其實就試驗裡面 就一千南無佛 這樣一個小的扇根 多生累劫之後 慢慢演變 這個小的扇根 然後演變 演變 演變 到最後就成佛 現在已經成佛 類似像這樣 它並不是說你成佛 只是因為到試驗裡面 隨隨便便便 因稱南無佛 不是這樣 而是像蝴蝶效應這樣 這一個扇根啟動 然後慢慢慢慢 就像一個小的松子掉下來 它剛好發芽 長成一顆參天的巨木 一顆小松子而已 但是不是每一個松子都能夠長成 但是就是說 多少年前那一顆 現在已經長成這樣 講這個 所以一箱一花的共養 不要小看這些小善 小善小善 知葛要死的時候 跟他兒子講的就是 不與善小而不為 不與惡小而為止 他有一個戒指書 知葛不要那麼聰明 他留下來給他兒子的最主要的一句話 不與善小而為止 不與莫小而不為 你要小看這個小善 一千朗夢我皆已撐不到 是長這個 一箱一花的共養 一舉手一低頭的禁靈 一稱佛名 這些人天上 你看起來就只是人天上寶而已 小善根而已 但是這個小善根有可能慢慢變成什麼 變成成佛的這樣的資料 所以同歸大稱的立場 都是成佛跟一稱法 一稱跟大稱 現在老師在解釋 所謂的一稱跟大稱都不同 有人覺得不同 其實是這樣的 如果是一稱法 一稱法在阿安經裡面 他就是唯一的道路的意思 唯一的道路 那這裡的一稱 就是唯一大稱的意思 是比較一樣的 阿安經裡面也有一稱法 一稱法有四面處 就是一稱法 唯一一稱就是道路 唯一的方法 唯一的道路 那麼有人覺得不同 其實是一樣的 魯法罰軍及聖案軍都說一稱法 但是這裡說的一稱法是唯一大稱 也就是稱為大稱 不過大稱一名都用在跟二稱相對的 而一稱都用在一切都要稱我們說明上 那我們說過這個是大稱的 不過阿安經的一稱就是唯一解脫的道路 就是唯一的方法 就是唯一的方法 解脫的唯一方法 就是這樣 那麼不同樣的情形 如果著重因為就稱為菩薩稱 如果著重果德就稱為佛稱 所以大稱也可以叫菩薩稱 也可以叫佛稱 也可以叫菩薩大 也可以叫佛大 因為菩薩一定會成佛 佛一定從菩薩來 所以有時候叫菩薩稱 有時候叫佛稱 有時候叫菩薩道 有時候叫佛道 所以叫成佛之道 一定行的是菩薩道 所以要看你從陰上 從果上 其實是這樣的 他這裡再解釋 佛稱跟大稱也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只是隨意而立民不同 在修學佛道的全體歷程上 都先後貫色 而沒有勝戀的差別 再往下看 他說 不至於忠相 亦不棄忠相 原色相佛稱 不報復正法 就是說 既然講成佛之道 最重要的就是要成佛 要歸結到成佛 但是歸結到成佛 不能沒有忠下稱 其實是這樣 佛法的始終次定 最初跟最後 然後他的次定 先向 然後中 然後再上 然後上來以簡略說明 大概已經說了 簡略而已 詳細說明就要後面 無法進入開始 五稱 三稱 大稱不共法 什麼 那這本書比較深的地方 在三稱不共法 講遠起無我的詩那個地方 還有大稱不共法 講為師中方的地方 這一本成佛之道 比較深就在這邊 好 我們先理解 好 那這裡講 不應該學佛 修學佛道 不應該滯留於忠下四的歷程上 就是你不要只滿足 滿足於幸福快樂 這樣就好 也不要只停留在解脫就好 要以成佛為主 那麼這個是很重要的 如滯留於中下 中式下四法 就成為人間道小聖道 而不能契合於如來說法的本意 這個是從法華心大聖經典裡面來講 如來說法最重要的就是要讓大家都成功 其實是這樣 從日之道是舉一個例子 因為他那個時候 他那個時候住在福元金色 所以他就以舉福元金色為例子 他說從新竹來福元金色 福元金色叫新竹 停滯在半路上 雖說風景優美 但不登觀音品 福元金色在的那個地方叫觀音品 所以福元金色在觀音品的最上面 那個其實是陪他定了 就是他不高 其實不高 但是就在那個平點 他說你不但福元金色 怎麼能見三色光光 福元金色看下去 福元金色他就不高 但是他看起來他就在最高點 他在最高 下面低一點就一同四 然後再下去 現在就明文 那這個他是在差不多最高的地方 他那個地方前面是好 前面如果你到那個福元金色上面 你可以看到就是清楚一點的話 那個天氣好一點的話 可以看到前面的海 那他左邊是青草湖 有一個湖 所以他才就會講 如果你不到福元金色 怎麼能見三色光 你沒有到三色 你沒有到福元金色你不講 他的地理環境是這樣 他倒是以這個為比 他這個左邊是 如果裡面就是大海 左邊就是青草湖 那前面是太平洋 海坡塔也 那就是 所以他只會講 看到海 左邊是青草湖 以前淪陷到海坡塔也 發普提心以成果為目標 也就不應該捨棄中世級下世法 因為這一切都是菩薩所行道 都是成佛的法門 有些人求高求廟 以為大政不需要中下世法 不知道氣捨了三百遊行 怎麼能達到五百遊行的保守 所以有些人上這個 以前我們那個同學 上這個十善夜道經 上這個做什麼 就要講解脫法 出家就是要解脫 十善夜道經也是解脫法嗎 根本嘛 你都沒有五屆十善夜道經 他就覺得這個是人天法 學這個做什麼 根本就不要學這個 農家的那個都是人天法 十善都是人天法 不是啦 是這樣 就有一點誤解 因此經歷普遍正道的修學者 要圓滿貫色一切中下法 而相於佛稱 切不可好高露遠 有些人就是這樣 要學就要學第一的 就要學最高的 就要學最究竟的 中國佛教有這個毛病 一聽說這個是大乘法 最高最究竟的 都來學 如果沒有就不要學 一聽說阿涵軍是小乘的都不要學 你不知道阿涵軍是根本啊 所以你不知道五屆十善是根本啊 你如果沒有了五屆十善 你根本就到不了大乘 所以很多的部位 彈玄說廟 好高露遠 彈玄說廟是講一些言不及義的話 玄跟廟其實是 這個說法其實來自於魏晉南北牆 也是魏晉玄 魏晉那個時候流行清壇玄玄 那個時候有三選 就是三部專門講玄的 玄廟的經典 一個就是道德經 老子的道德經 老子的 老子 這個玄之又玄 眾廟之門 他講這個道理 然後第二個是莊子 第三個就是易經周易 這個在當時 他們那一些就是彈玄說廟的 叫做民事 代表就是昨人其想 他不講這些國家生活這些事 他認為這些事俗事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流行這些 所以那個時候流行辯論 就彈玄說廟 彈玄說廟後來就變成 彈玄說廟講的就是生命的這些道德 但是後來就變成言不及益 講這一些 講這一些 言不及益的就是 就是跟事實裡面相關的 後來就變成這樣 那其實彈玄說廟講的就是生命的道理 他說在一味的無邊法門中橫生之間 不過後來 後來的佛教就有一點點偏向這個 哲學 我們講的哲學 哲學的意義 然後不放在論 不放在論 談論辯論 那佛頭之外有一些比丘 尤其是這個阿蘭論裡面有記者 目見人的弟子跟阿蘭的弟子 一直都在辯 誰呢 誰學的法比較殊勝 誰學的法比較有道理 誰學的法比較究竟 佛頭知道了 我就喝著他們 你們不好好休息 老師在辯論 誰比較厲害 誰的師父比較高 比較厲害 誰這個師父說的法比較究竟 老師在辯這個 沒有意義 所以他說 因為你浩高霧眼 寒險說廟 那麼在這個那麼多的法門裡面 橫生之間 以至於磅於政法 鬼磅 他說鬼磅政法有兩類人 這裡講到有兩類人 他說以為抹經抹法不是佛法 這類磅法可說人人都會發現 知道人 就是六門 這個不是佛法 那個不是佛法 當然現在最常說的就是 大聖不是佛法 大聖不是佛說 不是佛說跟不是佛法不一樣 佛說不等於佛法 佛法 佛說一定是佛法 但是佛法不等於佛說 這個要分清楚 很多人就是在這個地方卡住 佛說是佛法 但佛法不等於佛說 佛法不等於佛說 為什麼 舍利佛目見人說的也是佛法 這個佛法 如果我們來講佛所說法是佛法 解脫法 叫你怎麼解脫 怎麼覺悟 這個佛是覺悟的 正覺的 普及馬 叫普及馬 但是佛法不等佛說 阿難說的 阿難說的 舍利佛說的 目見人說的 大架社說的 都是佛法 所以佛法不等於佛說 但佛說的是佛法 但是佛說的佛法裡面也有分 佛說的佛法裡面也有分 比如說人天法 這也是佛說的阿 他也是佛法 但是他並不是究竟法 他並不一定可以成普及的法 不是究竟可以解脫的 他說端正法 佛說端正法 這樣我們前面講 實界升天之法 他也是佛法 他講布施持久 但是布施持久不能解脫 你當他目見實上 你不能得解脫 他並不能達到覺悟 並沒有辦法 但是他也是佛法 但是佛法就不等於 不一定是佛說的 舍利佛目見人講的也是 也是 所以這個要分清楚 一般來講說 大聖非佛說 這還要分 看哪一句 哪一種道理 大聖非佛法 這個就一定不對 大聖有可能不是佛說的 敘古迪說的也不是佛說的 文殊菩薩說的不是佛說的 但是大聖非佛法 這個一定錯 大聖非佛說 還有道理 但是大聖非佛說 不等於大聖非佛法 這個要分開講 這個要分開 有一類人認為 抹金魔法不是佛法 那要看 比如說像 獸神經 像現在還有人在弘揚什麼 天地八陽神作經 就是有人在弘揚 這個也不是佛法 這個也不是佛說的 天地八陽神作經 我看就有很多人印在流 還有人在講這部經 還有人在弘揚這部經 這個太奇怪 這個也不是佛說的 天地八陽神作經 這個是在這個 講這個 要入處 安宅 怎麼樣怎麼樣這些 方位 青龍白虎 朱雀玄武 這種 又不是佛說 也沒有這種道理 他對我們說 啊 一直佛在什麼 誰定編的亂編的 像 印光大師說 獸神經 血盆經 現在還有人在念 還有人在辦血盆唱 這個都不是 印光大師已經澄清了 那時候還是有很多人 一樣有 獸神經 血盆經 蠻像那種老子化蜂心 道教編的 道教編的 那也很多 其實 其實 宋朝以後 那這些更多 很多人編 編了非常多的經 其實都不是 很多不是 但是大家都以為是 都一直編一直編 然後就能聞念這個經 就可以消災緩亂 你看那個《紅樓夢》裡面 清早的小說裡面 都有在辦血盆禁 壽神經 那一些有錢人家 都要請那個 那個試驗的出家人 來跟他送血盆禁 送壽神經 拜血盆菜 那根本就不是辦法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 那知道了當然就不會做了 好 但是這個第一個就是說 他是否法 但是你回報他不是否法 他不是否法 你說他是否法 那也是否法 這個《紅樓夢》叫做什麼 法說非法 非法說法 那這裡就講一種 就說 這個是法 但是你回報說他不是 這個就是回報 但是在《紅樓夢》裡面講什麼 你這些不是 你卻說他是 那那個是的 你又說他不是 那個都是回報 法說非法 他是法 他是真理 你卻說他不是 就是法說非法 這是一種 非法說法 是一種 比如說 你說天地八陽神作經 這是佛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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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要照這樣做 這個也是回報報法法 那你說金剛經講的 不是佛說的 沒有道理 波勒經不是佛說的 他也是回報報法法 你說天地八陽神作經 這個是佛說的 也是回報報法 法說非法說法 法說非法說法 阿涵經裡面 阿難 阿難就有跟這個 跟這個 李秋小 就有這樣說 你說我們再來說 他說回報這法有兩類 那 一以為抹金抹法不是佛法 那這個 大家知道 有沒有原理 第二個有人以為我是大根基 不需要中下法 有以為因我三二等法嗎 為下於人說 與我無方 就好像這樣 那個五屆十三 那個 那個是修人間法 那個我不需要 不需要修 那個阿暗經 那個是 那個是小聖法 我是大聖人 我不需要修 一切佛造界裡面就講 如果你說這個 這個阿暗經 是大聖不要修的 你放佛造界 不可以這樣講 有以為大聖法中 只要抹佛經 甚至其中的半部 比如說這個 法華經 法華經 只要法華經 只要法華經 只要六祖台經 就好了 甚至都不要經 只要以心益心就好了 只要無量受經 一步就好了 甚至不要 只要一記阿密投稿就好了 這些 抹佛抹中 就是等於借佛法 現在不用其他的 有辦法 為什麼 這些都不要 都可以拿去丟掉 只要這個就好了 就等於這些都沒有用 沒有這些沒關係 其實佛法不是這樣 佛法是整體的 是整體的 有以為只要真實修行 不要文痴尖降 所以有很多人修行的觀念是錯的 什麼叫做修行 你持戒是修行 持坐是修行 念佛是修行 禪修是修行 聽聞佛法就不是修行 他認為你這個研究經典 聽聞經典 這個不是修行 你在家打坐誦經 誦經是修行 可是文法不是修行 奇怪阿 這好奇怪的觀念 修行唯一八正道 正見正思維 從哪裡來 從聽聞佛法來 所以有很多人都是這樣 你的是學教 這個不修行的 我們是實修的 什麼叫實修 就拜佛念佛持坐 打坐 這個叫做實修 研究教迷的叫做 這個叫做說實實法 這個叫做不修行的 那一集都是學問的 學問的 那個不是修解的 所以有些人認為說 藝術導師是學問生 那個是研究學問的 那個不是實修的 實修的要像這個 廣清法國上這樣 雖然不懂 但是實修的 念佛的 然後是說 很多人我常常聽到就這樣講 我是實修的 實修意思是什麼樣 我是持戒 修苦行的 我是念佛的 我是打坐一個叫實修的 有問題 印度有很多苦行外道 持戒持得很訓練 瑜伽外道 那個每個人的定力都很高 他們能不能解脫啊 不能解脫 他們如果能解脫 就沒有釋迦摩尼佛 就沒有釋迦摩尼佛了 就是因為不能解脫 釋迦摩尼佛才另找方法 如果能解脫 釋迦摩尼佛也找解脫了 他發現這個不能解脫 所以他一定要有一個 就是你要知道真理是什麼 怎麼去證得這個真理 這套方法 你苦行 你禪定 持戒禪定 你祭祀 佛羅門就很容易 祭祀 參加法會祭祀 他們持座 那這些他們都會啊 他們也修行啊 哪一個宗教不實修 回教有沒有實修 回教也實修啊 他也修行啊 基督教修不修行 基督教也修行啊 他們禱告 他們暢悟 他們不修行啊 所有宗教都修行啊 但是為什麼佛法的修行可以解脫 其他的宗教修行不能解脫呢 方法不對 觀念不對 那你的方法觀念要哪裡學 他從佛法裡面學 你都不懂 你門關起來 在裡面 在裡面持奏念佛 在裡面禪修 拜佛 拜經 念經 跟那些印度外道 在裡面念他神的名字 在裡面祈禱 跟基督教祈禱 跟他們回教怎麼祈禱 有什麼不一樣 解脫的關鍵是什麼 緣起 緣起才能正得無我 解脫的關鍵就是緣起 正得無我 無我怎麼來的 從你觀照德來的 你要先有文字剝勒 起觀照剝勒 才能證實像剝勒 你怎麼 你跟外道 外道也沒有緣起的觀念 沒有緣起無我的觀念 你也沒有緣起無我的觀念 你的修行 你跟外道的修行都一樣 就是心力強 那麼煩惱不起 但是並沒有斷 煩惱的根源是火箭 你都連無我都沒聽過 跟緣起是什麼都不知道 門關起來 木魚一直敲 腿盤起來 眼關筆 筆關心 你怎麼會去想到緣起呢 你怎麼會去觀緣起呢 你怎麼修也修不到無我來啊 怎麼見也見不到緣起來啊 那你要怎麼解脫 你說你是修行 我承認你是修行 但不是佛法的修行 你不能搞不好解脫 你說用功 那苦行外道不用功啊 苦行外道可用功了啊 那是修女啊 十幾歲就進教堂啊 就關在那個教堂裡面 一輩子沒出來啊 天天在上帝面前祈禱 他們不用功啊 用功啊 每天都要懺悔啊 如果你看那個修女狀 我看過一個修女狀 他們每天一到晚上就是唱耳 好像佛教做結盟一樣 如果你不唱耳 人家會舉罪啊 哎呀我今天有了什麼力 我做了不對的什麼行為 那邊唱 今天讓自己心切結 我問你 他們那麼專注祈禱 他們那麼注重自己的心力 他們能不能解脫 不可能解脫 他們沒有成佛的概念 沒有緣起無我的概念 解脫一定要是見緣起才能解脫 佛法的核心要欲就是緣起 所以斷三節 決定會解脫的叫斷身見 見緣起 你都沒有緣起的觀念 你有緣起的觀念 你不知道怎麼去證得緣起 你一樣不能得解脫 一樣啊 目見緣捨立佛 見了緣起 震了出國 他還要去找佛 告訴他怎麼斷 怎麼斷根本火線 才是正阿羅漢 一樣啊 所以你根本都不懂得道理 你修道理叫修神 你的修跟外道的修還不是一樣 所以你的道理不對 好一點的成為天仙外道 差一點的就變成妖魔鬼怪 就這樣啊 你是有力量的啊 你當然有力量啊 你只要 外道也有力量啊 持戒有力量啊 那妖魔鬼怪怎麼來的 他那個大力鬼怎麼來的 他就是有修行啊 可是他的觀念不對啊 就是這樣啊 不然怎麼來的 那好一點的天仙外道 差一點的就修央魔鬼怪 還是有力量啊 作為作福啊 文鳳林劍啊 也有啊 所以 一定要先有政見 一定要先天津倫華 那有的人就把這個 把這個去掉 那這個是不對的 這個也是毀方法 為什麼 不需要法人 禪宗道了後來 禪宗跟禁止宗道了後來 不需要佛法 禪宗就一句話頭 號稱教外別傳以心應心嘛 不需要佛法來意思見 以心應心 早期還是以仁茄精應心的 達摩傳染是以仁茄精應心的 還是以法應心的 後來 仁茄精也不要了 金幹精也不要 以心應心 那一句話頭 叫外別傳不需要叫 什麼華元君 跑華元君 什麼這些他們都不放在一起 他們就是 免花微笑 以心應心 禁土 禁土最早是以波周三位 後來以無量壽經 禁土三經來應證的 最後連禁土三經也不要了 就一句阿彌陀佛 你看 因為一句阿彌陀佛 真能夠往生嗎 也不一定跟他有 不一定說可以 不一定說不可以 要看你如果過去生 有素式的慧根 那有可能可以 如果沒有 那也沒辦法 那也沒辦法 所以過分的強調 一句一句奏 一本經 一句佛號 基本上對佛法是有散害的 佛法的完整性被人去掉 慢慢慢慢大家不需要 沒有需要的經典就做什麼 丟掉了 拿去包油條 拿去奇謀 就變成這樣了 所以佛法就慢慢慢慢有事 其實就變成這些佛法是多餘的 就是揮棒佛法 所以他這裡講 那麼以為真實修閒 你不要文思敬教 這些人可說是意圖 都是怎麼樣 揮棒佛法 捨棄了無邊經典 捨棄了無邊的行人 取一滴水而棄大海 就一句話頭 一句佛號 就以為包含所有人 就以為大海浸在一起 這在他們個人 愚痴固病 似乎過失海嘯 個人隨時而言 可是你有力量的 你弘揚這樣的 對佛法的弘揚卻成為大障礙 大家都相信他 我說過 有一個句子前幾天還在跟我說 他說有人跟他講 不要去清經 不要去寫什麼法 什麼都不要寫 好好在家念一句阿彌陀佛就好 他說你知道嗎 連阿彌陀佛都是 連釋迦摩尼佛都是念阿彌陀佛成佛的 不曉得他在哪裡天 釋迦佛怎麼會是念阿彌陀佛成佛的 他連釋迦佛怎麼成佛都不知道 你看就是彼此 沒有天法 他不知道 然後他對於人家去天法文法 吃之以鼻 覺得這只會有什麼毅力的事情 他不知道他才是做無意的事 無形中鬼放風 大家都聽他的話 大家都不聽話 大家都像他一樣無情 遇到問題也不知道怎麼解決 也不知道苦極滅道 也不知道原始 也不知道怎麼樣分別善徵 也不知道八正道 也不知道七絕之 就只知道念佛就可以稱佛 就只知道怎樣 什麼都不知道 這樣是無形佛法的 毀胖佛法 很多人聽他的話就糟糕了 所以他說 這一類的毀胖正法 由於不是佛法干中 論上說無謂之性 增長魚吃 魚吃是怎麼樣的可怕 阿涵經 正義阿涵裡面 我們講過 這裡是講到有兩種的辦法 在正義阿涵裡面也講兩種的辦法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法修非法 非法修法 阿涵有一天 我們上次也講過 阿涵有一天 年紀大了 一百多歲了 大家都佛一路念滿 大家是一路念滿 阿涵有一天走在路上 看見一個人 在念法修經 若人生百歲 就是英勇混淆的歲 不見水白荷 沒有看到白露絲 不如生於日而得見人之 若我佛一天 能夠看到白露絲 阿涵跟他講 你修法 你唸錯了 應該是若人生百歲 不見元祈法 不如生於日而見元祈法 見元祈就怎麼樣 見元祈就決定解脫了 你活一百歲 你都不曉得真理 你活一天 你知道真理 那值得 那一樣 這道理是對的 所以你就會講 那元祈法很重要 什麼是元祈法 你就會去研究 若人生百歲 不見白露絲 不如生於日而得見元祈 你看到的也是這樣而言 你看到白露絲 根本看到白露絲 差別在哪裡 書生在哪裡 沒有 根本是錯誤的 可是我們不知道 就一直背一直背 就念誦 就以為這樣念就有功德 是不對 阿涵就跟他講 你念不對 你回去要改 結果他回去改了之後 他之後就跟他講 我教你的才是對的 阿涵教你的是錯的 阿涵已經老了 就獨獨了 忘記了 你聽我的話 若人受百歲 不見水百合 不如見生於日而得見門祈 你繼續這樣念就好了 你不要聽阿涵的話 阿涵你教錯了 結果 過幾天阿涵又看到他 他又念那樣 阿涵說 我不是跟你講 你念錯了嗎 你為什麼不改過來 你這樣念是沒有意義的 他說阿涵長老 阿涵他說一百多歲 我回去照你的說法念 不見元祈法 結果被我師父罵 我師父說 我教你的才是對的 阿涵年紀大了 那個糊塗了 這個記錯了 所以你不要騙阿涵 阿涵就很感慨 他講 有兩種人毀報佛法 一種是什麼 外道 外道會毀報佛法 因為他不相信佛法 他不認為佛法說的是真理 法說非法 法說的 佛法是可以解脫的 那個曲壇 就佛啦 曲壇 他們說的都是 幻化之法 他們說的是 不能解脫的 不要慶他的 法說的 這些人會毀報佛法 外道 就是 一種就是不信佛法的外道 而且對佛法有承認性 這種人會毀報佛法 外道 一種是什麼 佛弟子 相信佛法的佛弟子 相信佛法的佛弟子 為什麼很棒佛法呢 他不知道佛法 不懂佛法 顛倒我 就像佛不是這樣講 佛是說 你能夠見原其法是最殊勝 我在這個世間 即使是一天都值得 不是能夠見 就念錯了 念錯了 你還不敢 你還以錯為對 積非成事 就這樣 不知道自己錯 不知道自己錯在哪裡 而且一錯再錯 這種人很多 他不知道佛法 他不知道什麼是佛法 而且認為自己修的是佛法 而且不斷弘揚這種說法 所以真正能夠傷害佛教的 不是那些外道 外道當然會回報佛法 外道當然會回報佛法 就好像基督教 回教都會講佛教 這個崇拜偶像 這個是邪門外道 他也會講 他也會講 這個我們拜佛是魔鬼 他也會講這個 可是這個傷不了佛教 這個傷不了佛教 回教看到佛像 也會偶像 用大炮把它打掉 這個傷不了佛教 真正能夠傷佛教的是什麼 佛教 所以佛法就講 獅子身中 獅子不怕其他的那些猛獸 再怎麼猛獅子都不怕 獅子怕的是什麼 獅子身上的蟲 佛教 佛教不怕外道 回報 最怕什麼 佛教徒自己回報 那佛教徒怎麼自己會回報呢 因為他不曉得 他不知道什麼是佛法 結果他不知道什麼是修行 他根本就不懂道理 他以為不用懂道理 那麼努力拜佛念佛 那這叫做修行 就像第二種講的 不用文實修 不用親戚 不用懂道理 這個就是修行 這個最傷害佛教 阿難就講 一種是外道 一種就是佛教徒像這種 明明不對 我都跟他講這樣不對 所以阿難後來就怎麼樣 目念滿難的 我阿難是佛的四者 結集經典 大家設施大哈羅漢 五百阿羅漢 都要找阿難來 因為阿難聽最多 懂最多 都要找五百阿羅漢 每個都是解脫的阿羅漢 三明六通的阿羅漢 也沒有懂那麼多 也要把阿難找來 結集經典 他的是最正確的 現在我結集經典的 五百阿羅漢都要我結集經典的 我還是阿羅漢 就是阿難還是阿羅漢 聖者跟你講的 你都不相信 你還願意相信 你那個凡夫的師父跟你說的 你不相信我這個佛的侍者 在佛生根二十五年 而且結集所有佛的經典 佛沒有聽過的 在結集的 各個阿羅漢講的 我都聽了 我是知道一切佛法的人 跟你說的 我還是阿羅漢 阿難聖的阿羅漢 誰不知道 跟你說的 你都不相信 你還去相信 你這個凡夫的師父說的 佛陀那麼多經不相信 相信一個 你問為你的師父 你很厲害的人說的 現在也就是這樣 阿難 咬頭 我說的話 這一些也都不相信 我在這個世界也沒有什麼意義 我還是滅反好了 阿難 覺得不看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覺得不需要在這個世界 就是滅反 阿難是這樣的滅反 你看我們這個世界也是一樣的 佛說的法不是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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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的 娃娃金就可以成果 但這個已經是有一點點以偏概全 到了日本 天台中傳到日本 娃娃金也不要 一句南無廟娃娃劉娃金就可以成果 這個就更彌補了 在中國一部無量壽金 醫治修行可以往生 後來慢慢到現在也不用 無量壽金也不要 一句佛號阿彌陀佛就好了 你也不用去聽無量壽金 你看 就變成這樣 所以這個佛法就越來越衰敗 這些看起來弘揚佛法都是迴犯佛法 這是阿蘭講的 都是迴犯佛法 就是麻煩 迴犯佛法有兩類 老師這裡說的兩類 那麼也類似 這是阿蘭陀佛裡面講的 法說非法 非法說法 尤其是法說非法是外道 外道 這個可以解脫的 大家講不容易解脫的 外道會法說非法 然後非法說法 這個是基本上都是佛教徒 佛教徒毀謗這種好誠意害 我告訴你 佛教不怕外道比啊 不怕外道毀謗 就怕佛教本身自己的人不懂 然後明明不對的 你還把他當佛法來講 明明對的你把他講成不對 就麻煩 那大家會相信你嗎 所以他說這個對於佛法的障礙 就佛教的這一類 那麼對於佛法的障礙 對佛法的弘揚成為大障礙 這一類毀謗證法 這是因為他不懂佛法 不知道佛法 論上說無謂之性增長於吃 那麼這裡無謂之性增長於吃 一般我們的說法就是 有志無信 一般是有志無信 增長邪見 有信無志增長於吃 那無謂之性增長於吃 是大乒柏沙律說的 你說一下 他是這麼說的 他是說無信智慧 沒有信 信跟慧 就是志 信為能入 志為能入 學佛最後是信智義無的 那麼有信型人 有法型人 種智慧跟對三寶的信 他不一樣 所以這兩個是比較根本 那如果 如果講起來就是五根努力 信信念定慧 信跟慧 一個在最初 一個在最後 那到最後去是信智合一的 那無信智慧 增長產區 他是講增長產區 這個是大乒柏沙律說的 那無慧之性增長於吃 不慧之性 增長於吃 不慧之性 就是這裡增長於吃 那麼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只是信仰 只是憑信仰 那完全不懂佛法 不求不去理解佛法 那莫名其妙 也像這樣 就增長於吃 那一般我們比較常聽見 是 這個 有志無信 有信無志 這個 大波裂盤經也有這麼說 就是我們把它做 對 大波裂盤經 大波裂盤經裡面講 他講說 這個 若人信心無有智慧 若人信心無有智慧 世人則人增長無名 若有智慧無有信心 這個智慧就是世事變通 你雖然學識 但是你對三寶沒有建立信心 那一樣你的智慧不是正智慧 世人則人增長邪見 那世界上也有很多學者是這樣子的 那很多人研究佛法 他不一定信仰佛法 他不一定要過疑 研究大智慧最有名的是 天主教的一個神父 莫德 他也不會說 他也不會說我佛法這麼好 沒有啊 那所以 他認為有些還是就是說 他研究佛法不一定 不一定就是有學習 但是不一定是有佛法的智慧 你是事先的智慧 講這個 那基本上就是 就是你不能夠只是有 有信無知或有事 只是憑信仰那是不對的 那這裡講的就是 你只是信仰佛教 可是你都不曉得佛法是什麼 這個是很危險的 而且如果你有力量了 你也會傷害佛法 因為你有力量 你有修行大家會相信你 但是你說的佛法 錯誤了 這個比較麻煩 然後就一盲引作盲 那這個反而對佛教造成一殺害 那外道怎麼批評佛教 佛教徒不會信啊 可是你本身是佛教徒 又有修行 可是你不懂佛法 你講出來就不是佛法 很多佛教徒會信啊 那就大家跟著你走啊 很麻煩 所以這個就是問題 毀棒佛法的兩個人 最主要的就是佛教徒的毀棒 這個比較麻煩 好 時間到 我們今天先講到這裡 大家合掌一下 願以此功的 普及於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